她年少成名 红道被总统官宣 振兴了美国经济 8090后 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前几年歌坛现象级的存在 现在叱咤剧团的巨星 美美 沙莲娜 石余国姐 都是她的狂热粉丝 Lady Gaga更是在房间里贴满了她的海报 然而 少年登顶 她却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迅速衰败 关于她的网络日文 全都是压倒性的负面消息 亲人反目 发福走样 撒谎成性 神情错乱 刻要昏迷 这些词汇一直围绕着她 她就是当年评价一首 Baby One More Time 火遍全球的超级小天后 布兰尼·斯皮尔斯 在去年夏天 一场解放布兰尼运动 在美国好莱坞举行 虽然规模不算大 但却引起了全球网友的广泛关注 直到今天 粉丝们就一直宣称 布兰尼被软禁了 她被当成工具人利用 而粉丝们的共同敌人 就是布兰尼的父亲 杰米·斯皮尔斯 2008年 布兰尼因受精神疾病困扰 被洛杉矶一家法院裁定 将布兰尼的财产决定权 交给了现年68岁的父亲 杰米·斯皮尔斯 让父亲代为保护她的财产 控制她所有的财务决定 人生监护权也交给了经理人 乔迪·蒙哥·玛丽 到如今已经整整12年了 而最近 她在社交媒体发布多张 眼神诡异的自拍 粉丝们不禁怀疑 她是借此暗示自己 被父亲软禁 而向外界求助 因此发起解放布兰尼的活动 希望她重新获得自由 迪士尼同行出身的她 从小就光芒半身 在米老鼠剧毒部中 她是最受宠爱的甜心宝贝 和其他同行相比 她的转型之路非常的顺畅 16岁就与唱片公司签约 17岁推出首张专辑 Baby One More Time 首单季风神 在那个互联网 还不发达的年代 1999年 初出茅庐的布兰尼 一举拿下了当时 美国公告牌 百强单曲榜冠军 她的这张专辑 还在全球斩获了 2600万份的销售量 这份成绩 至今都是神话 而伴随着千禧年到来 她又迅速推出 第二张专辑 OPS A Detailed Game 第一周 便在全球卖出了 131万张 创造出史上女歌手 首周销量的最高纪录 那个千禧年 全世界都爱布兰尼 麦当纳 同她一同表演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和她来了一个 十分惹火的 世纪之本 麦克尔吉克逊 邀请她来到演唱会 当嘉宾 忍不住 频频地夸赞她 当纽约 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后 灰暗 无力 悲痛 笼罩了整个美国社会 为了安抚美国民众 不安的心灵 美版时尚杂志 更使地要布兰尼 拍摄封面 希望通过这个 国民甜心 温暖的笑容 来改变现状 当时的总统小布什 称他带动了美国经济 布兰尼还成为了 好莱坞青光大道上 最年轻的刘明德 被英国女王 策封为爵士 英国首相布兰尔 是他的粉丝 当时流程了一句话 你可以不知道 美国总统是谁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布兰尼 仿佛上辈子 拯救了宇宙的布兰尼 一直被幸运光环围绕着 当时他被称为 上帝的宠儿 一点也不为过 可再闪亮的星星 都隐留了一天 只是没有想到 对布兰尼来说 这一天来的是这么的快 苏然在事业上一路顺遂 可布兰尼却在情感路上 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伤害 布兰尼当年被人熟知的男友 是同为迪士尼签约的同心 贾斯丁·丁布莱克 两人从小相识于米老鼠剧毒部 青梅猪马的恋爱 当时羡煞旁人 金童玉女超级般配 但是2002年 两人却突然宣布分手 2004年 24岁的布兰尼 与童年好友贾森·亚历山大 在拉斯维亚斯登记结婚 可仅仅过了55个小时后 又离婚了 8月后 布兰尼和自己仅仅认识了 三个月的舞伴 凯文·费德森结婚了 这位伴我可不是什么擅长 当年他追布兰尼的时候 第一任老婆还怀着 他俩的第二个孩子 为了这个男人 布兰尼更是牺牲事业 立刻缓孕生育两个孩子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布兰尼终于掌握了幸福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 原来凯文才是 他整个人生的噩梦的开始 婚后 凯文逐渐开始暴露本性 召集酗酒 彻夜不归 肆意挥霍着布兰尼的金钱 2006年 布兰尼最终受不了选择离婚 因为有了第一次失败的婚姻经验 这一次他签署了婚前财产协议 这有意味着 他的丈夫无法瓜分到多余的财产 可凯文早又说准备 他火同经济人 将一盘存有布兰尼和自己的心爱视频的光盘 拿了出来 以此勒索布兰尼 在经了一场持久的离婚大战 凯文拿走了1300万美元的天价分手费 还不止这些 凯文还积极和布兰尼争夺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为的就是以后 能够向布兰尼择取更多的抚养费 离婚后一边打抚养权官司 一边还要饱受媒体无孔不入的骚扰 各路媒体把他家为个水系不同 只为了拍到布兰尼离婚后的样子 布兰尼哭得越惨 越有人愿意看 杂志销售就越来越好 当时布兰尼刚生下第二儿子 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丈夫的背叛 让他深受打击 差点精神崩溃 有次深夜他在自家门前失声痛哭 即便坐在路边一边哭 一边不断哀求媒体 不要再偷拍跟踪他了 可是依然打不住几十个狗仔队 在旁边穷追不舍的抓拍 失败的呼应 丈夫的背叛 即将失去了两个孩子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布兰尼日渐崩溃 然而他的痛苦 没有人可以理解 反而被媒体不断放大 那段时间里 他成为了众人眼里的疯子 当时的布兰尼 已经是就在崩溃的边缘了 2007年2月 布兰尼因为过度服用震惊剂而住院 既然你们是爱看我出丑 那我就把我最不好的样子给你们看 第二天 他突然流出了医院 愤怒之下的布兰尼走进了理发店 当着所有拖拍他的媒体的面 笑着把自己头发给剃光了 还用雨伞攻击了那些穷追不舍的狗仔 同年10月 因为情绪严重不稳定 他被剥夺了两个儿子的监护权 即使这样 当时甚至有媒体为他提前准备了好的布告 以便不时秩序 因为如果他真的突然死去 必定会在很长时间内占据头条 在被美国警方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控制中心治疗后 布兰尼的父亲杰米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2008年2月 法院让布兰尼的父亲和一名律师 对他进行了临时监管 布兰尼答应了 他的全部财产和生活 全部交由他的父亲打理 他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运动健身 重返乐团后 人气逐渐回升 在美国的法律当中 监护对象要是精神不稳定 或身体问题 生活无法自理的话 监护者是有权为他们做出一切决定的 包括控制他们的所有财产 联系任何人 甚至是要去哪 而且受监护的布兰尼 几乎每做一件事情之前 都要得到监护人 他的父亲和律师的同意 一旦他反对 他就要去精神医院 证明他的精神没有问题 然而人们发现 这些被监管的事情 居然包括开车 选举投票 结婚 生孩子 花自己的钱 看自己的孩子 除此之外 他还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家 不能聘请自己的律师 甚至连朋友都不能随便联系 帕里斯·西尔顿 曾是布兰尼的期日好友 但仅仅因为布兰尼的父亲不喜欢他 布兰尼便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帕里斯2017年发了一张 纪念两人友情照片 还是十几年前拍的 布兰尼的社交软件 全都交由团队管理 他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不能直接接触软件 布兰尼只被允许使用翻盖手机 看到连买杯咖啡都要和父亲请示的布兰尼 粉丝发出了强烈的质疑 监管最初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保护布兰尼的吗 为什么现在反而是让他完全失去了自由 而且这些年来也没有让他真正休养 而是一直在演出工作 粉丝统计了他这些年来的工作量 发行了四张专辑 三次全球循环演出 四年的拉斯维加斯堵城铸唱 选秀节目全职评委 发行多款香水和一条内衣生产线 每年赚取1.3亿美元 11年间有近15亿的收入 布兰尼成了父亲和团队的赚钱机器 2018年 布兰尼曾尝试控告父亲强迫自己服药 但很快就被送去进行精神治疗 2019年 他写了一封信 控告父亲对自己多年来的监视和控制 在信中他指出 在过去的11年里 他遭到了父亲的迫害 只要有思考反抗 他就会被父亲以精神异常为由 送进精神治疗机构 并且强迫他服用大量药物 这封信被曝光后 引起了很大的有点关注 粉丝们纷纷谴责他的父亲的行为 之后 布兰尼申请结束父亲对自己的监控 但这个请求 也很快就被法官驳回 最近布兰尼在发布的视频里 种种的反战行为 更是让网友怀疑他被控制了 视频中 他的状态非常不好 于是就有粉丝在下面留言 如果需要帮助 第二天穿一件黄色的衣服 第二天他直播时 果然穿了一件黄色的上衣 在视频里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不停的走来走去 像是在传递某种暗号 网友们对他的状态也表示很担心 同时还有网友留言 如果说感觉到不好 下次就穿件蓝色的衣服 结果第二次发布动态的时候 布兰尼还真就穿了件 蓝色的碎花短袖 这样的暗示简直太明显了 引发网友们猜测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前段时间布兰尼13岁的儿子在网上直播 网友们都向他询问母亲的状态 但他没有正面回答 之后有网友下面留言说 我想杀了你的外公 而他同样在底下回复 我也想这样做 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没过多久 他的账号就被清空 有网友猜测 这是他的外公和其团队做的 看到昔日偶像的种种反常行为 粉丝们越发怀疑他受到了软禁 他们自发组织 抵制其父亲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17万人 在网上签署了请愿书 希望布兰尼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原本监管期限到今年的4月份就结束了 然而却又被延长到了8月22日 而谁也说不清楚 到时候监管是否又会被再次延长 如今38岁的布兰尼 还处在被监管的状态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他能够不用在附近的监管下生活 虽然当年甜美的布兰尼 已经不存在了 但仍希望上天多一些慈悲和怜悯 对他温柔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